7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法學會會長王晨 在北京出席中國法學會學習貫徹香港國安法專家座談會並講話 他強調 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是一國兩制實踐中一項重大舉措 是香港化為危機、由亂倒置的重要轉折點 先開了香港歷史新篇章 法學法律工作者要深入學習研究、宣傳貫徹這部法律 積極推動法律有效實施、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長治久安 這部法律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 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精神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充分考慮了維護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和香港的具體情況 是一部治港的良法必將帶來香港的善治 王晨指出香港國安法為維護香港長期法輪穩定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 這部法律堅持問題導向 對防範、制止和懲治發生在香港 危害國家安全的四類犯罪行為的構成及其刑法 做出明確規定 並從中央和香港兩個層面建立健全 維護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 補上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和制度短板 完善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體制機制 為打擊反中亂港分子、外國和境外勢力 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提供了有利法律武器 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提供了堅實制度保障 王辰強調在法律實施過程中 要堅決防範、反中亂港勢力、詆毀抹黑、借機聲勢 堅決反對外來干涉 那些以威脅、遏制、打壓為手段 企圖阻擋香港國安法貫徹實施的圖謀 是絕不會得逞的 王辰指出 法學法律工作者要對法律進行深入研究闡釋 為香港國安法有效實施 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民意基礎 無論文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